消防隊獲報有高樓層民在晃出火蛇 急忙趕到現場 只見當時巡關已經是白煙一片 情況危急 消防隊員連忙趕緊開窗 同時把排煙器也開到最大 並一間一間仔細檢查 除了看看有無人受困 另外最怕的就是不能有任何一點火苗 因為這可是位在21層樓高 所信消防隊趕到前 屋子裡只剩濃煙 均使用電暖爐 卻不剩失火的80歲老翁 早就先自行撲滅火事 沒有釀成大禍 只不過看看 整個廚房焦黑一片 鍋碗用品全都燒熔 天花板甚至耐不住高熱 變形坍塌慘不忍睹 再看看臥室 床已經燒得連骨架都不見 只剩幾個彈簧 床單更是整個焦黑一塊 唯一還看得出的是 只剩骨架的電暖爐 進到居室之後 因為受到火勢跟濃煙的影響 但是因為可能比較臨近 在這個起火點的附近 民眾有被一些火場掉落物的部分 所影響 所以導致他在整個肢體的部分 還是有一個明顯燒燙傷 好在80歲的屋主 只有在潑水滅火時 大腿不剩 遭到燙傷沒有大礙 提醒民眾 天冷使用電暖器 千萬得注意安全 這楊中盛 嚴禁宇 新北市報導